真的说真的不要再往我账户上打钱了 再打我要报警了 强行给钱 而且还不要 什么情况呢 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广东东莞的有一家公司 他家生产什么的呢 无纺布医用口罩的重要原材料 受到全球的疫情影响 这口罩当然就成了刚需了 而这家公司的订单呢 也是一下增长了百倍 你以为这是好事了 老板一开始也是这么觉得的 挺开心 好好好 假人们 大家赶紧加班了 干活了 订单来了 哎哎哎不对啊 这个好了好了 可以了可以了 单子有点多了 假人们赶紧干活了 哎行了 行了行了 太多了 单子太多了 哎呀 别来了 我们忙不过来了 哎行了 我求你们了 顶不住了 不要再发订单来了 什么情况啊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 订单积压已经超出产能两个月以上 给这公司带来沉重的负担 这老板那是苦不堪言的 啊 他怎么说的呢 很多客户都买不到 无纺布了 对不对 都缠着我们了 哎呀 这我当年当校草都没有这么受够欢迎啦 然后还有好多客户 二话不说就直接钱打到帐上来 我就只好把他们退回去 他们又打过来 真的是 可是我最担心是什么 我们真的是没有货了 哎 这位记者 你为什么老怼我脸啊 啊 哎 你吸不吸在偷拍啊 哎 不要偷拍 不要拍了 你看看 见过墙买的 现在居然还有墙买的 别问 问就是我给了你钱 你必须给我生产货 我不管 谁说话都不好使 当然冷静 那这有假人就问了 哎 我们这不是已经控制住了吗 那为什么这口罩 包括材料 需求还这么大呢 这个答案就是 全球各地都需要 好现在全球确诊人数 已经是270多万人了 口罩和制造材料的需求 那依然是激增啊 于是乎啊 这各国的正规军 还有那些岛爷们 都开着飞机 哗哗哗哗哗到我们家来扫货 为了抢口罩 以及原材料 那是拼了 你说用货机也就算了 军用飞机都开始上阵了 比如阿尔其利亚 动用了两架1.76重型运输机 跑到上海来 运这医疗物资 波兰呢还要狠 直接动用了 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 N225 整这些医疗设备 那要知道 这飞机 每一小时光邮费 就上10万每到晚 那真是下了血本了 加拿大就比较搞笑 比较悲催 两架飞机跑到我们这来 结果啥都没抢到 空手而归 这总理赶紧出来解释了 家人们 I'm sorry 有点慌啊 问题很大 各国抢太凶了 我们抢输了 太死败了 那我们的口罩产业 到底给全球抗疫 做了多大贡献呢 到三月底 我们的日产口罩 两亿只 光是给老美 就已经提供了24亿个口罩 平均每个美国人 可以分到7个口罩呀 隔壁的俄罗斯 在2月份的时候 支援过我们200万个口罩 后来呢 我们给他们回礼 1.5亿只 滴水是用全相报啊 所以啊 各国的正规军啊 还有岛爷们 呼吁一下 克制要抢是吗 排队 慢慢来不要抢 大家都有份 还有啊 你们先麻烦量一下体温 然后出示一下健康吧 否则给我出去 那另外呢 还有那些趁机发 求难财的岛爷 你们都给我 带起来 在口罩和原材料上面 动歪脑筋 假冒伪劣的 囤积居齐的 最终会害人害情 另外呢 还有假人就问了 说哎呀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 全民开口罩厂 拯救全世界呢 先拯救一下 自己的身材和钱包吧 拯救全世界 这么能啊 你怎么不去拯救流浪地球呢 好尴尬啊 知难财经 是不是记得点赞加关注